這是我學生當中的真實個案 以下陳述意見是來自於我 我對於學生一天八個小時 身為一個國民小學老師 我所看到的與學生之間互動 他們出現的問題 以及我在家庭訪問當中的感慨 首先有個個案是 父親是台灣人 他是計程車刺激 月入不多 但是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 他必須要去賺取幼稚園的學費 但是這個時候他的母親 並沒有身份證 無法去申請更好的工作 所以他只能去便當店超時工作 而他的孩子每次放學的時候 就跟我說 媽媽的老師 我可不可以留在學校多半個小時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媽媽不在家我會害怕 而這些孩子 是未來要生存在台灣土地上的這群人 我們是不是應該正視他們的權利 這些孩子的與家人相處的模式 以及他們健康成長 他們心靈方面的問題 都有關於我們外籍配偶 或者是陸配他們的工作方面的福利 還有他們工作資格的問題 再來我想要指出 我想要建議陸文會能夠 我先聲明我並不支持 但我也並不反對該此法案 但是我想要請陸委會先延續一下 先去觀察學校當中 事實當中的個案 我希望陸委會能夠在學校當中 設立相關的委員會 去究竟的觀察這些學生之間的互動 他們是不是有被歧視 他們是不是家庭狀況不OK 他們是不是需要多一點時間與家人相處 他們經濟是不是需要受到我們的幫助 因為並不是每個個案都是那麼的正 那麼的絕對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